一般的Non-linear Deep Network 它到底有沒有Local Minimum 你要證沒有Local Minimum很難 但你要證有Local Minimum太容易了 找個Local Minimum來 就證它有Local Minimum了 所以這個就好像說 你要證明一個東西不存在很難 但是要證明事情存在 是相對比較容易的 那怎麼做 這邊的說法是這個樣子 這邊我就收集了一些資料 首先呢 這個都是文獻上的結果 首先就算是非常簡單的Task 比如說XOR的Task 我們今天在講Machine Learning的時候 從Non-Deep Network跨到Deep Network的時候 我們就是舉了XOR的例子 說如果今天有一個Data Point 它是這樣的分佈 然後呢 這兩個Point是Elade Linear Network沒有辦法分碎 一定要拿Linear Network 但如果你實際上去認一下 這種XOR的Problem 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用一個Network 它只有一個Hidden Layer 它的Neuro的數目是 23456到7 就算是增加到7個Neuro那麼多 你使用Alan這種Optimization 都沒有辦法保證 你一定可以得到100%的正確率 都沒有辦法保證 你一定可以得到一個 找到一個Global的Optimal 那如果是這個Sigmoe 在Network比較大的時候 倒是可以 接下來這邊配合裡面 它想了一個更複雜的問題 這個複雜的問題 叫做Jerry Fish的問題 它說它現在有四個點 這四個點的分佈呢 就分佈在這四個位置 然後這兩個黑點是一類 這兩個白點是一類 那如果是Sigmoe 它還可以解XO的Problem 如果是Jerry Fish 不管是ReLiu還是Sigmoe 你都是沒有辦法解的 你都找不到 用一般的 以及是我們現在覺得 最State of the Art的Optimization方法 用Alan 你都找不到Global的Optimal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比較不直接的證據 告訴你說 就算是很簡單的Network 有時候你也認不起來 再來呢 我們今天假設要證明說 ReLiu的Network 有Local Minima 其實非常簡單 找一個來就行了 找一個來就證明說 ReLiu的Network 有Local Minima 所以怎麼辦呢 在文獻上 有人就找了一個 他就隨便找一個 這個其實你要找十個八個 也是有的 他就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Case 我們有五筆Data 這五筆Data分別就是 這邊應該放一個點 我這邊應該要畫個重點 不知道為什麼畫成一個小數點 我畫錯了 有五個點 -13 1-3 304 152 有五個點 接下來呢 我們有一個全世界最簡單的 ReLiuNetwork 它只有一個Neuro 那把X放進去 它會乘上一個weight加上一個bias 再通過ReLiu這個Activation function 再乘上一個weight 再加上一個bias 得到最終的Y 那現在在這一排這五個這個pair裡面 前一個數字就代表X Output呢 就是 第二個數字就是那個target 好今天假設你有一個reLiuNetwork 是1-3 1-0 它的曲線畫出來 它X跟Y的關係畫起來 是這個樣子 它正好可以fit後面三個點 但它fit不了前面這兩個點 那它的loss算出來呢 是18 那你可以輕易的證明 它是一個local minima 怎麼輕易的證明呢 你可以正說 這個1-310 如果你都幫他們加一個小小的delta 不管加的delta是什麼 它的loss一定都會增加 所以它是一個local minima 那接下來你只要找到另外一個minima 它的值 你只要能夠找到另外一組參數 它的loss比18還要低 那你就知道說 這一組參數是一個local minima 就結束了對不對 那找不找得到呢 就是胡亂找就一組這樣子 這個-7-4-10 這個network 它畫的音波跟奧布的關係長這個樣子 它算出來loss是14 比它還要低 它是一個minima 然後又發現說 有其他的參數loss更低 它就不是gminima了 所以就結束 所以reLiu的network 是有local minima 有不是gminima的 好 那剛才舉的是一個非常specific的case 也許你覺得這個case太過specific 其實in general而言 reLiu的network都可以找到local minima 怎麼說呢 因為reLiu這種network 有一個狀況叫做它的盲點這樣 你可以為reLiu這個network製造盲點 什麼叫做reLiu的盲點呢 我們知道reLiu這個network 它的每一個neuron有兩種operation的region 一種region是input等於output 一種是output等於0 今天我們假設一個case 是所有的neuron 它通通是output等於0 這個就是代表這種狀況叫做reLiu的network 陷入盲點 就是今天input一個x進來 所有的neuron 它的output 通通都是0 如果所有的neuron都作用在output是0的region上 那整個network最終的output 當然也是0 那你會發現說 在這個case你的grade點算出來就是0 對不對 因為你想想看 你今天假設在這個盲點的這個區域裡面 你不管怎麼調整參數一點點 假設你不改變這些neuron的operation的region 你的output永遠不會變啊 所以今天所有的參數它的grade點通通都是0 所以你今天你就找到一個critical point 你就找到一個critical point 那這個critical point 它其實是一個local minima 怎麼說它是local minima呢 因為這個critical point 它在它的 它其實是這樣子的 就假設橫軸是你的參數的變化 假設橫軸是你的參數的變化 我寫作sade好了 那這個盲點的意思就是說 在某一個區間內 在某一個區間內 你的neuron的output 它的值都是0 它這個值 它的neuron的那個值 output的值 都是0 那今天在這個output是0的這個區間裡面選一個點 它其實都是local minima 因為它跟旁邊的region比起來 都是大很等於旁邊的region 所以它是一個local minima 但它會不會是global minima 它一定不是global minima 你只要你最後的那個target 它不是0就好了 你知道你最好的target它不是0 你只要有別的case 它可以找到的loss 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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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實驗是這樣做的 它做在 它train了很多的relu的network 然後做在anist上面 然後用add and 然後參數update 一百萬次 update到覺得 已經不可能再有任何變化 update一百萬次 然後呢今天 它做了不同的initialization 首先上面這個 row跟下面這個row 上面這個row是用 一般的anist training settrend的 下面這個row是用奇怪的anist training settrend 就是把每一張圖片的label 隨機置換成別的label 就比如它是一張1 你故意說它是5,它是2,你故意說它是7 今天假設你用一個 正常的initialization方式 你用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min是0,variance是0.01 來初始化你的參數 或者是min是0,variance是1 來初始化你的參數 那今天這個圖上的每一個點 都代表了一個network 然後這個network呢 橫軸代表說它們有不同的hidden unit 那也不同的顏色代表 兩個hidden layer 或者是5個hidden layer 那你會發現說 不管是多少hidden layer 不管是多少的hidden unit 只要用這種正常的initialization方式 用這種正常initialization方式 你accuracy都可以train到1 accuracy都可以train到1 除了這個case有點例外 當你neuron有點少的時候 在這個特別的dataset上 在這個怪怪的dataset上 有時候會train不起來 但是今天假如另外一個case 試圖讓network呢 進入盲點的區域 你就在initial的時候 就給它非常奇怪的initial的值 舉例來說 在initialw的時候 故意讓它是從min是-10的random variable sample起 故意讓它是從min是-10的random variable sample起 或者是故意讓bias的min是-10 故意讓bias的min是-10 或者是w跟b wait跟bias的min呢 都是-1 都是-1 也就是故意讓neuron在一開始的時候 在初始化的時候 就掉入那個盲點的區域 就掉入那個local密碼的區域 它就再也爬不出來了 它的那個accuracy呢 就一直在趨近於0的地方 它就再也爬不出來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首先告訴我們說relu的network 是有local minima的 那會不會撞到那個local minima 跟你怎麼做initialization 是有關係的 好啊這邊還有其他的實驗 這個實驗是說 不只是initialization 會影響你有沒有local minima 會不會碰到local minima 你有你的data本身長什麼樣子 可能也會影響你的network 你在train的時候 會不會容易遇到local minima 這件事 怎麼說呢 假設我們有一個network 這個network只有一個hidden layer 它有n個neuron 它有n個neuron input是一個vector x 假設每個neuron它的參數分別 就是w1w2到wn 那每一個neuron的input 就是x跟w1 做inner quota 就是你把w1的transpose乘上x 當作activation function input w2的transpose乘x 當作activation function input wn的transpose乘x 當作activation input 通過relu以後 再乘上1 得到最終的y 這是你的network 而w是要被train出來的 好 那我們剛才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假設 我們的data應該長什麼樣子 現在假設data呢 是從一個generator生出來的 這個generator怎麼生data呢 這個generator是一個network 但這個network的參數是給定的 假設我們知道說 這是一個有k個neuron的 一個hidden layer的network 它的參數 也就是每個neuron的weight 分別是v1v2到vn 誒? 我寫錯一個地方誒 大家有發現嗎 對 是k啊 其實是k 這個k跟n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這個 這個是這個實驗的重點 就是k跟n 是不一樣 k跟n了 所以這邊應該是k 抱歉抱歉 這個應該是k啊 好 v1乘透乘x v2乘透乘x到v 啊這邊怎麼會是寫的對的呢 vk的乘透乘上x 然後最後把它通通加起來 得到你的label 所以你今天在產生data的時候 怎麼產生data 從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做sample sample出x 丟到這個label generator 產生你的label y-hat 今天這個network 它要做的事情是想盡辦法去fit 這個x跟y-hat之間的關係 那你可以想見說 假設今天這兩個network 它們的neuron的數目 上面這個network 它的neuron的數目 大於等於下面這個neuron的數目 我們只要這邊的第一個neuron 等於這邊的第一個neuron 這邊的第二個neuron 等於這邊的第二個neuron 這邊的dk的neuron 等於這邊的dk的neuron 也就是這邊的di的neuron 等於這邊的di的neuron 你就可以找到global minima 你的loss就會是0 但是我們發現說 今天雖然只要n等於k 只要n大於等於k 就可以找到 就一定保持 我們就知道global minima 長什麼樣子 但是n等於k 跟n大於k得到的結果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這個是實際實驗的結果 文獻上的結果 這個文獻告訴我們什麼呢 這個文獻告訴我們 它試了不同的k 然後假設現在 n的數目呢 跟k的數目呢 是一樣的 也就是你的 要train的那個neuron的數目 跟你的label generator neuron的數目 是一樣的 這個時候你發現說 除了在 n等於6的情況下 local minima很少 這邊就是說 你真的去train那個neuron 那看有多少的百分比呢 就你train,train,train到 停下來 然後看 然後再檢查說 它是不是一個local minima 然後看說 有多少的百分比 你是停在一個local minima 他發現說 今天呢 有很大的機率 會停在呢 local minima 那另外呢 他還對它停下來的時候 就假設他找到一個critical point 那他會去算那個hation嘛 他還真的算了一下hation 把他的 eigenvalue都找出來 他發現說呢 eigenvalue的平均的最小值呢 都是正的 代表說他多數的時候 找到那個critical point 他的 eigenvalue都是正的 代表說它是一個 eigenvalue正的代表說 你從這個critical point 往四周走 都是增加的 代表它是一個local minima 好這個是n跟k 也就是label generator 跟你要train那個network 他們是一樣的neuron的數目的情況下 但假設你現在增加了你的network的參數呢 假設現在network的neuron 比nabel generator 硬是多一個neuron呢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的local minima 你就很少遇到local minima 但這個是一個實驗過程 它並不是理論上的證明 而是實驗上做出來發現說 當network的參數量 比較多的時候 有點那種overparameterized的情況 它的參數比它需要的還要多的時候 這個時候 遇到local minima的機會 就變得很少了 而他甚至發現說 假設n呢 是設大於 大於等於k加2 就這邊呢 是這個k是8 你的nabel generator 8個neuron的時候 你的network有9個neuron 如果今天呢 你的nabel generator 有8個neuron 你的network給它10個neuron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說呢 你就完全找不到local minima 當然並不代表local minima 真的不存在 但它在實驗的過程中 就一直試一直試 一直train 一直train 都不會卡在local minima 都可以找到local minima 好 那這個實驗要告訴我們的事情是 data對結果也是很重要 那講這麼多 到底想要告訴大家是什麼呢 因為剛才講 講法好像都是說 relu的neuron 或是non-linear的dip的neuron 它就是有local minima 但是這些實驗的結果 並不是要告訴大家說 喔 dip learning是不work dip learning是沒有辦法train的 而是想要藉由 找出什麼樣的狀況 有local minima 而反過來推說 什麼樣的狀況 沒有local minima 就假設所有狀況是這麼多 那你把 有local minima的狀況都d掉 剩下就知道說 什麼情況下 會沒有local minima 那這樣的理論呢 可能還沒有出現 但我可以想像說 未來假設有這種有關 relu的neuron 或dip的neuron 有沒有local minima 理論出現的話 那個理論的statement會是這樣 你不太可能證說 relu的neuron 就沒有local minima 你不太可能做這種statement 因為它就是有local minima 這樣子 你不可能睜眼說假話說 它就是沒有local minima 剛才舉很多例子 它就是有的 所以到時候 那個如果真的有理論出來的話 那個理論的說明應該是 在某種condition下 所以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 但那種condition 應該要考慮 initialization 我們剛才講說 你故意initialize 在relu的neuron 那個盲點 你就可以擊敗它 當然不能故意initialize 在盲點 盲點的地方 所以在某種initialize 情況下 在某種data的distribution 情況下 我們剛才有講過說 如果你現在的data 相對於neuron 是比較簡單的 你neuron 給它過多的參數 你就找不到local 你就在實驗上 你就找不到local minima 這意味著說 今天你的data 跟你的neuron 之間的關係 也應該被考慮的 在這些情況下 可能會有一個演算法 告訴我們說 我們一定能夠找到 global optimal